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晚上的时候 大家就聚在一张桌子玩狼人游戏 继而又演变成讲鬼故事 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好奇灵异类的东西 所以听过的故事也比较多 大家讲的无非都是些耳熟能详的故事 我也就没当回事 全当听着玩 然而时间久了 也不免觉得无聊 于是这时候 有人提议玩通灵游戏 就是笔仙叠仙之类的 我正准备制止 没想到那个男生的反应更加强烈 他说不行 绝对不能玩 可当大家问起原因时 他却又吞吞吐吐 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看他一脸严肃的样子 当时猜测他应该有过这一方面的经历 但是完全没想到会是这么严重 后来回到帐篷里 我们五个男生住在一个大帐篷 我实在太过好奇 就把话题引回到了他之前的反应上 一开始他并不愿意讲 后来在我的寻寻山右下 他终于说了出来 他零零碎碎的给我讲了好几个事件 我整理了一下 都是在他玩了通灵游戏后发生的 事件总共有四个 前三个我按照时间线整理了一下 有些地名我实在记不起了 最后一个我会另行解释 我尽量以第一人称虚述 第一件事 朋友说 我当时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自己吃饱了称的 要跟室友们玩这些游戏 你知道的 大学里面没有什么好玩的 我们寝室的几个又不喜欢玩电脑 然后有天晚上无聊得很 就跟他们一起玩通灵游戏 我们玩了好几个招鬼的 笔线什么的都玩了 都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就有些不当回事了 最后一个游戏 不知道是在哪个网上看到的 要等到晚上十二点的时候 到十字路口去玩 所以我们等到十一点寝室熄灯了才开始玩的 具体需要哪些东西 我记不清楚了 反正还有点复杂 有人写米饭 碗 香 因为没有碗和香 所以我们就找了方便面盒子和烟来代替 本来说还要用到纸钱的 后来实在没有 也就没有用 然后快到十二点的时候 我们就悄悄跑出去了 老大说他要在寝室看小说 就没去 然后我们三个跑到十字路口 老三走前面 我们两个走后面 又是烧香 又是念咒语 又是磕头 还用筷子在方便面盒子上面敲了半天 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什么都没发生 东西一甩就回去了 回去进门的时候 我和老妖走前面 老三在我们后面 老大来开门的时候 抬头看了一眼老三的位置 吓得门一甩就跑到床上去了 当时我们也吓了一跳 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什么都没有 还以为他是为了吓唬我们 就笑了 说 老大 装你个鬼 还装得那么像 吓老子一跳 但是老大没有回话 也没抬头 我们几个确实玩得有点累了 洗脸刷牙就直接睡觉了 然后第二天就出事了 第二天因为是班主任的课 缺客要被扣学分 班主任又比较凶 所以没有人敢旷课 结果老三窝在床上不起来 我们就又吼又拉的 把他整起床了 就往教室跑 老三平时是个非常开朗的人 可今天从起床开始就基本没说话 我们都以为是昨天完累了没睡醒 就没管他 结果在上课不久后 老三就把手趴在桌子上 把头埋在手里面 班主任的课是没人敢这么做的 然后我们开始感觉到他像是在哭 一开始只是小声的戳气 我们喊得他也不应 到后面哭得越来越大声 整个人都在抖 最后声音大到盖过班主任了 然后班主任停了下来 全班都转过来盯着老三 老三还是在哭 班主任就走下来问往他怎么了 我们当然摇头不知道 班主任问他话 他也不回应 头还是一直埋在桌子上 僵持了几分钟以后 班主任就让我们把他拉开 看看他是怎么了 没想到他力气变得特别大 我们根本拉不动 班上几个男生就又是拉手又是掰头 才把他掰开 眼睛都哭中了 还在哭 然后班主任开始觉得事情有点严重了 可也没上 喊大家自习 就和我们几个赶紧把他送到了医务室 到了医务室 校医给他吃了点镇静的药 老三就在医务室睡着了 等老三彻底安静下来后 班主任就把我们喊到办公室去了解情况 最开始我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因为前几天都太正常了 然后说着说着 就把昨天晚上玩通灵游戏的事情说了 把跑出去十字路口招魂的事情也说了 班主任平时凶归凶 但是很少发火 可听我们讲完后脸都气清了 简直就是在咆哮 你们几个是活腻了 想死了是不是 要是出了事 我看你们怎么收场 后来情况了解完了 就放我们走了 后面两节课 我们借口去医务室照顾老三 也没去上课 看到医务室有医生在 老三又睡着了 我们就趁机溜回寝室了 回去的路上 我们就在讨论会不会是鬼上身什么的 因为敲碗烧香的一些主要的流程都是老三在做 然后老大突然说 昨天晚上开门的时候 他看到老三后面跟了个看不清楚的人 他说 一来黑去去的不敢肯定 二来据说看到了鬼以后 如果说出来自己要遭殃 所以就没敢说 当时听到老大这么说 大中午的 我真的背上的冷汗都要出来了 好在后来老三休息了一个星期之后 又恢复过来了 后来直到毕业 我们都没敢再跟老三提起这个事 毕业以后 有一次无意间开玩笑 问他当时是什么感觉 他说没什么感觉 就是感觉有点冷 还有点神志不清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情发生在他毕业工作以后 朋友说 毕业以后我就回老家了 就在人怀一个酒厂上班 工作轻松 离家近 就是下班有点晚 有时候几个共有下班了 没时会在厂里面喝酒 反正又不要钱 回家就更晚了 有一天晚上跟他们喝酒 大家聊得来 有人又买了些吃的来 就越喝越晚 最后全部都喝多了 两点才散火 第二天休息 路上也没什么车 我就摇摇晃晃的走回家 我跟我妈住在一个老职工家属院 后半段的路灯坏了 也没人休 家属院呈直角形状 我家在最里面的拐角二楼 楼下是一个铁门 还有一棵大树 我问他是什么树 他也不是很清楚 我晃悠到家门口的时候 突然看到好像有个人蹲在树底下 好奇吗 我就借着酒镜走过去看 看身材是个女的 全身黑 但是头发挡住头了 也看不清楚 当时脑袋里面的第一反应 就是他跟家里面的人吵架了 然后赌气跑出来 我就酒风发了 开始苦口婆心地开导他 说什么还是家里面好 晚上姑娘家家的 不要到处乱跑 危险得很 他也没反应 就这么蹲着 后来越走越近 因为觉得他可能听不清楚 走到快一米的时候 腰都弯下去跟他说话了 就这样讲的有五六分钟的样子 我都准备拿手去拍他肩膀了 然后我家里的灯就突然亮了 我妈站在阳台骂我 小三 大晚上的 你在底下发什么酒风 我头脑也不清楚 就说你都不下来给我开门 我妈想来把门开了以后 把我扶上楼 然后他问我在底下干什么 我说底下有个姑娘在那蹲着 可能是和家里面吵架了 我安慰一下他 我妈把我拉到阳台喊我看 你看 楼底下哪里有什么人 黑曲曲的我看不太清楚 眼睛又有点花 然后可能是上楼太快 突然一下子反味得厉害 就去厕所吐了 吐了以后轻轻很多 然后一边倒水喝 一边问我妈怎么还不睡 当时看表都快三点了 我妈说她正好起夜上厕所 听到底下有人叙叙叨叨的在说话 就去阳台看 一看是我弯着腰对着树底下说话 以为我发酒疯就喊我上楼 这时候我有些清醒了 就走到阳台去看了一眼 树底下确实空空荡荡的 我就开始有点发毛了 回想刚才的情况 好像她一直都是背对我的 头发也一直盖着 又黑 看不清楚脸 还好没拿手去拍她 到了第二天 我确实有点怕了 就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跟我妈说了 包括学校的那个招鬼的事情 我是不大信邪的 但是我妈老一辈的这些农村人 还是比较相信的 所以我妈虽然气 但是还是帮我找人看了一下 还拿了个什么东西被我带上 然后在那之后安生了很久 基本没撞见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也没碰上什么邪门的事情了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发生在2016年年底 后来我这个朋友辞去了酒厂的工作 开始跟别人大伙做生意 有时候需要去外地 因为当时自己没有车 有时候需要租车前往 这次他租了一个轿车 从遵义往广州方向开 去的时候 他在车前排中间的置物栏里 发现了一个挺大的佛像挂件 他说当时看的还有点紧张 心想这车是不是不干净 但是看车还挺新的 加之自己也很久没遇上过邪门的事情了 胆子又大起来了 也就没多想就开去广州了 去的时候很顺利 可坏就坏在回来的路上 朋友说 当时谈完了生意以后 时间不早不晚的 我又不想在广州过夜 想着反正都走高速公路 干脆直接开回去得了 因为找不到地方 去城和返城的时候 我都是用的高德导航 返城到一半的时候 已经快要11点了 然后在路过一个地方时 导航突然提示我 让我下高速 我当时有点纳闷 因为去的时候都是全程高速 然后我想 可能有什么劲道吧 没准还省了过路费 就跟着导航走 没想到 最后居然走到了某某省边境的一个村里去了 就这样开了一个多小时以后 越开越偏 最后变成了山间的烂泥路 手机信号也变成了2G 地图直接刷新不了了 我知道肯定走错了 但是又不想往回开 只能硬着头皮一直往前走 然后翻过一个山头以后 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 路两边有些东西一晃一晃的 然后我仔细一看 瞬间头皮发麻 路两旁全是坟地 到处都是祭祀的用品 那些一摇一摇的东西 就是扎的纸人 和挂钦用的那个像灯笼一样的东西 当时我真的神经高度紧张到麻木 回过神来第一反应 就是把中间的后视镜掰过去 当时我不太理解 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后排坐是空的 要是当时在后视镜上看到什么东西坐在后面 会直接把他吓死 然后右手摸到了置物草里放的那个特大的佛像 就这样僵直地开了约墨有半个小时 手心都捏出汗了 我才看见一个农家院子 还亮着灯 赶紧开过去 把车停在院子门口 下意识给一个武装部的朋友打电话 一看时间已经快要三点了 武装部的朋友睡得迷迷糊糊的 但一听我的声音不太对 就一下子严肃了起来 然后我就把刚刚发生的情况 跟他大致讲了一下 他跟我说 你不要怕 你沿着大路往前开 看到大路上有其他车就跟上去 我跟他说 你无论如何都不要挂断电话 就这样一边打电话壮胆 一边往前开 导航还是用不了 后来就这样一边说话 一边开了不知道多久 才在路上看见一辆货车 然后就跟着货车一直开 最后终于绕回到高速公路 导航才正常了 最佳路线仍然是高速公路直走回家 就像刚才的事情没发生过一样 虽然路上能看到其他车 可我还是怕 路过小的服务区和加油站都没敢停 一直跑到一个最大的 人最多的加油站才下车 头也没赶回 就拿着手机跑到店里坐着 看到周围都是活人 才放松下来了 一直等到天完全亮了 才敢离开 走的时候我才发现 右手一直握着那个佛像 第四件事 第四件事情 大概发生在招鬼游戏的一个月之后 但在这之前 我先讲讲背景 当时在帐篷里 朋友把前面的故事讲完了以后 我抬手看了一下表 已经接近凌晨三点了 我准备睡觉了 我们一共五个人 计划是他和两个人睡在外面的大厅 我和另一个人 各睡里面的一张小床 然后我说 已经讲完了吧 早点休息 你明天还要开车呢 但是他沉默了 坐我床上也没动 看眼神好像是在斟酌 我一看着眼神 明显是有戏啊 肯定是还有事没说完 然后又开始各种套路的 过了一会儿后 他看着我说 这件事是我第一次正面遇见 太真实了 所以我一直不敢去回想 很可怕 我可以跟你讲 但是有个条件 待会儿我和你一起睡 就不出去了 为了听故事 我只好牺牲自己了 我猜他是真的有点怕了 因为我们里面的两个小床 是单独有一个小门扣上的 密闭的空间 可能让他觉得 更有安全感些 朋友说 这件事发生在 玩的那个游戏 以后的一个多月 虽然中间也有预感 觉着会发生点什么 只是没想到会发生在白天 那天是周末 上午的时候 我跟另外一个师兄 还有一个老师 去实验楼花黑板报 因为我字写得比较好 又可以加得预分 就一直是我在做 我朋友跟我一样 都是医学院校 实验室就是放各种标本 瓶瓶罐罐里面 用福尔玛林 泡着人体的各个器官 切片等等 供学生参考和学习 我们学校一般是内脏 肢体 生殖器 婴儿尸体这些 朋友的学校比较大 里面还有一些大型的标本 其中有一句解剖的女师 不知道学校从哪里搞来的 朋友说 黑板报的地点 是在三楼的教室 因为平时上课经常去 所以 即便整栋楼只有我们三个人 也不觉得很害怕 毕竟都是些没有生命 也不会动的东西 然后用毛巾把黑板擦干净以后 就准备开始构图和写字了 刚刚才把大致的板排完 正准备要开始写字的时候 大家就像约好了一样 师兄说 他要去小卖部买包烟 老师看到地上的彩色粉笔 没剩多少了 他就说他去拿俩和彩色粉笔 他办公室在一楼 让我先写着 于是乎 他们俩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消失了 只剩我一个人在教室 我抬了个凳子站上去开始写字 刚开始还好 可是没几分钟 就开始觉着有点不对劲 怎么个不对劲我也说不上来 反正就是觉得浑身不舒服 然后突然意识到 是有人在背后盯着我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 如果有人一直盯着你的话 会让你产生一种不适感 即便不是在正面 你也是会感觉到的 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第六感吧 然后我右手握着粉笔 条件反射转过头去看的时候 眼神跟那具女尸的眼睛对上了 我看见那具尸体他们的 正在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我问他当时什么反应 他说 我他们拿看有什么反应 后背直接就麻了 当时真的是要死在教室里面 大概对射了两秒钟后 我吓得腿一软 就从凳子上面摔下去了 然后摊在地上 话都说不出来 也不觉得痛 身上僵硬地动不了 我问他 有没有可能是眼花看错了 他说 不可能 我戴着眼镜 而且尸体又离我这么近 看得太清楚了 而且你知道 死人和活人及时在相 死人的眼睛也是没有神采的 他们的眼神是涣散的 面相四面八方 不是盯着你看啊 后来 应该是他们听见我的叫声了 跑上楼来找我 看见我躺地上 就赶紧把我扶起来 问我怎么回事 我还是说不出话来 仿佛是被吓傻了一样 他们又把我驾到老师办公室 在沙发上泄了半个多小时 喝了半杯水 才恢复过来了 然后我把刚才遇到的 跟他们说了 师兄死活不相信 一个劲地说我是看错了 老师沉默了一下 就跟我说 自己注意点 自己注意安全之类的话 反正在那之后 除非上课人都有 我一个人再也没有赶去过了 后来假期回去 跟我妈说了这个事 她就找人帮我破例一下 那个人说是有不干净的东西 让我少往阴的地方跑 朋友说 这件事情是她最害怕的 现在想起那具女尸的样子 都会觉得浑身发冷 rob然后走路 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 但是我们接下来 也吓咱争